你在看的是 玩具TV 是Toyz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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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玩具TV第25季第一集 沒錯,不知道什麼時候 今天下午,相信大家都看完直播 我們去D2 有一個玩具收藏加發售展 五周年的秋季展 很棒 沒錯,當然不只是古董玩具 或者二手玩具 其實都有新產品 除了Postcard 即是Sport Life 坐正門口之外 也有一個新品牌 叫Facts Hobby 其實本身他們之前 拍照這個比較好看 本身他們之前 有出過一些情景 1比12 譬如之前的地鐵 地鐵車廂 就是他們的 其中一個新產品 今次他們 有些動作 他們就開了一個新系列 叫1比12的Action Figure系列 先行打開頭陣的 竟然是女生 而且是一個提材比較 我叫做 沒有什麼暴力因的方向 不是打打殺殺的 就是一個送外賣的姑娘 這個真是 猜不到 送外賣的姑娘 沒錯 這個送外賣的姑娘 其實有個名字 我真是忘記了 很糟糕 沒有盒子 沒有盒子 沒錯 去Facts Hobby的Facebook 先看看產品 其實是一個 本身連了1比12的女性工具 有它的裝備 各類的東西 還有電單車 我先打開這個盒子 不可以太斜 我提自己 哎呀 這個其實是貼件 但未到正式生產 但在當公場 有些優先預售 早料便便便便便便 還有 chains 最主要用的 整個原裝 就有這麼多東西 那些件呢 我就不會用得到 拿出來 就有個组體 當然 大家當然 客 Fre vents 給我們一些意見 可以 當生產商 可以有改進的空間 Syco Chips 是的 那原來這個娟 一天前就是送外賣 送水的 主要是送水的 晚上 對 就是晚上 sentenced 到晚上的 發送外賣 Presidents 打怪獸 怪獸都不是很暴力的 他就會變成一個機甲 好像是機甲梁一樣 去幫助人 我們先看看亮點 就是這架綿兩劑電單車 這個真心得 又有輪子 不,又有輪子 即是可以動的輪子 轉軚的 轉軚的 甚至屍位甲梁 屍位甲梁高低 這樣 這樣可以看 好了 又是買車 我都不敢搞太多 你見到有正常的車頭燈 一個不是兩個 車頭燈 對,我知道 先滾一下車 我知道可以喝 所以會有一個燈 時間關係 這架電單車 可以變成一枝 什麼來的呢 其實是一枝窗 知道了嗎 是窗 好像Nerve那些窗 他用了珍珠白的塗裝 是的 電單車可以變成一枝窗 這樣之外呢 就變成這個晚上晚上出來出來 另一個版本就變成它的機格 不錯了 那你見到呢 分別就是 日頭的樣子 你教一下日頭的樣子 先教一下 有趣的地方呢 是很少女感覺的 有趣的地方 原來設計師真的是一個女生 叫做糖果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看 產品覺得很少女心的東西 因為它的配件呢 是一些 瓶裝水瓶 蒸餾水瓶 頭盔 頭盔 變成樣子 可能原諒我 我弄得不太漂亮 但是變成有機甲 好 那我先看一些 另外的部件 有三個樣子可以換 其實就是TOTAL四個樣子 六隻手 鞋都可以再換 另外呢 那另外呢 重點我都喜歡頭盔 我一向都喜歡戴頭盔的 哈哈哈哈 有我的頭盔 那我的罩是可以配襯的 因為可以戴的 那所以這個題材就 就是據文設計師所說呢 就是他想做一些比較 新的題材 還有是真的適合少女的感覺 那可以留意今天的訪問 我們有簡短一個訪問了 方堂 哦 即是你今天下午 在D2直播那個 是嗎 沒錯 那我見到訪問一個 其實訪問了兩個女孩子 你的設計師真的是女孩子 女孩子 你早就叫我一起去 是的 你上班嘛 我都有提起你的 和Walker 其中一個是Janny Janny是組模型的 另外這個設計師就是方堂 好了 好 那介紹那麼多 如果想研究多一點 清楚一點的產品是怎樣的 明天去那個展覽 現場看它的版本 因為其實 現場看到那個設計師的 這樣 見到的 沒錯 設計師見到他的玩具 還有不單止是這一彈 它有第二彈 已經有敷氧出了 那個機甲的機甲風會比較重 就是感覺是有一兩邊 有飛彈箱的射出來 我看到有些朋友都比較留意第二彈 但是第二彈是還沒有住的 對 好 那這裡介紹到這裡這麼多 好 稍後見 好看 好看 你會看 Toyz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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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yzTV